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浩德,變成嘉賓主持 因為我們今日有一個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就是阿達,王騰達,來自Waze Capital 阿達是Waze Capital的科技基金基金經理 大家在網上的節目,都聽到很多阿達的評論 施生,我們不如邀請阿達,一起談談 阿達,在我認識的基金之中,都屬於很年輕 現在都應該是二十多 幾年前就二十多 基金經理的界別當中,都算是年輕有為 他對科技股的熟悉,家人都是做相關的生意 所以訊息比較敏感,拿到訊息的渠道亦多些 所以我們很高興請到他,一起做節目 不如一開始,我問兩個家庭觀眾比較關心的問題 近期大家,無論是各方面都聽到 很多關於全球芯片短缺的情況 甚至美國政府都要解決一下 你可否跟大家解釋一下 全球芯片短缺的情況,究竟具體是怎樣 未來會有甚麼變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其實現在這個芯片產能上的短缺,其實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以前大家對這個擴產是比較小心 因為動力就要幾億美金去擴產 如果你對未來訂單的掌握度不夠高的話 其實你需要用很多時間才可以回到本 所以過去可能只見到一些芯片的龍頭 台積電或者是中國的公司 中心國際國產上是比較積極的 其他比較二、三線的公司 他們都比較保守 第二就是 現在有很多新的應用 新的技術 例如5G 數據中心 AI 甚至以後的電動車 他們對這個半導體需求都很大 那個量的成長是很明顯的 所以就會見到 突然之間 你那個供應跟不上 跟著需求 很強 因為5G的手機 數據中心 大家 全部人都 work from home 所以那個數據量的 用量很大 所以數據中心的upgrade是很明顯的 第三就是 中國和美國的 政治角力 還有很多制裁出現 所以搞到 中國公司 特別是 他們就比較怕 被制裁 所以如果可以的情況 他們都希望儲多些 儲多一些傳播 所以這個就是 為何過去去年開始到現在 芯片短缺的問題都一直解決不了 我聽到一個情況 以前就是 Just in time 即是傳貨的準備周期 所以風險減低 現在最受到達你所說 其實變成 Just in case 擔心 買買下 遲些沒得買 所以 這件事很難 短時間之外解決 首先 擴產 都要有一個周期 可能 幾個月 最短都要 長一點 可能兩三年 第二就是 始終現在的需求是強的 例如我們 因為疫情的情況下 這些 Work from Home 的需求 電腦、Tablet、電視 接著現在5G手機 電動車、數據中心 這些需求全部都是 多方面 以及都很強 所以可能今年在需求和原材料短缺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硬件股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上升空間 詩生,對於芯片短缺 你會有甚麼特別的看法呢 這類型的公司 它是需要作很大的投資 不是說牛仔褲好賣 即刻去增產 可能兩個星期 已經可以做到出來 這些就 發覺不夠 好像地產 有排都未做到出來 所以 一旦短缺 即使全力去做 都可能 我對芯片不熟悉 我相信都要大半年到年多 才可以扭轉 是以年去計算 好像台積電剛剛說了 其實未來 計算今年,未來三年 是要花大約一千億美元去擴產 每年至少花300億美元 三百多億美元 三百多億美元去擴產 所以現在 你生產的難度越來越高 所以 你擴產的量比以前 可能每一千片的產能 價錢是貴很多 所以 你沒有實力 沒有現金 基本上 你不要說確產 這是很困難的 有很多硬件需求 增加 學生不能上學 在家裏上課 他也有電腦 或者以前的電腦不夠 升級也無所謂 算了 彈下機 現在 很多都是用最新的 家長會重視 而要買新的電腦 給他 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自己的小朋友 去年疫情的時間 只需要用iPad 頂住 發覺 長期要上課 要買Microsoft Service Pro 頂一頂 因為若一種 大家的要求 同以往 不同 不如我問答一個直接的問題 你會覺得 這個芯片的問題 可能已經比較長的時間 都會維持 你判斷 至少可以維持多久 相關的股價 是否在這段時間 都會比較困難 如果看整個半導體行業 應該是一個 是一個長期的 結構性成長的行業 如果你看台積電 比的指引 未來五年 他很有信心 就是每年成長10-15%的收入 基本上已經證明了 其實他對整個行業 是相當樂觀 跟著那個成長力 都是非常之 能見度非常之高 但是如果你 應該說這個 科技硬件是一個 他本身的本質 都是一個比較波動 比較有周期性的行業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 會震盪 但會向上的一個行業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是比較多利好的消息出現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小心點去選擇股 雖然行業的正面利好因素 仍然有很多行業 其實市場上已經知識了 可能在價錢上已經反映了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加價的這件事 可能是由去年 下半年開始到現在 可能去到今年下半年 可能 有機會會停停一下 由於不… 若使採用長線的什麼 馬上zializer 可能只不過是 一個長線 是長線 長線上升 also 變成� 시청 有哪些公司你覺得值得留意一下 我覺得最好的當然是台積電 無論技術能力或產能上的規劃,都是全球第一 現在比 Intel 更加強勁 很多客戶,例如 AMD 和 Media 已經超越 Intel 了 Intel 需要加把勁去追回 我覺得台積電是一個可以長線投資的公司 而且估值不算貴,相比未來五年的成長 另外,我有一個問題 之前有很多說法,大陸的芯片水平和國際相差一大距 當時美國一制約他 很多公司都可能被迫要半停頓 沒有了外國的芯片供應 現在這種情況有沒有改變? 美國仍然可以捏住他的喉嚨 為何又不捏死他? 其實是要分開看的 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較成熟的事情 其實中國大陸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做一些高端的 例如14奈米或以下 當然中國要再追趕台灣 或者美國就要加把勁 所以在這邊他們做得比較辛苦 與此同時,美國主要想制約中國 都是一些比較高端製造的機器 甚至是IP、技術 所以高端那邊的發展是比較難的 但因為現在的市場很大 如果你只是集中在做中低端 比較Mass market的產品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成長空間亦都很大 所以看這個行業 可能就要分開高端和中低端去看 盡量避開一些比較高端 或者比較Sensitive 技術的公司盡量避免 但成熟市場 其實中國要做完全沒有問題 成長空間亦都很大 最近拜登上場之後 大家希望中美關係好一點 其中一個大家都有留意的新聞 例如中芯國際 之前所有設備或零件 生產工序上需要的比較關鍵 都沒有辦法在外面拿進來 近期目錄都會有改善 這件事 阿達,你覺得是具體 可不可以跟大家解說一下 其實那個進代如何 對於中國相關的芯片企業 其實都是一個 由之前比較艱難的日子 慢慢會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 短線上來看 短期來看是OK的 有些鬆綁 但你再攤長一點的東西看 美國未必就這樣收手 他有機會再進一步去整理 再看到時整個政治環境是怎樣 當然現在來看 中芯國際最高端的光刻機 可能買不到 但不要緊 他現在擴產的 主要擴在一些比較成熟的製程 所以他可能現在轉了策略 沒有再像以前一樣 一路充斥最高端的製造 慢慢擴大中低端的應用 客戶甚至產能 我覺得 現在市佔率很低 可能只有幾個百分比 其實他只做中低端 已經有時間會做 我覺得這件事 亦可應用在大部分中國的半導體公司 不需要做到最高端 其實你先應付好中低端 打好基礎後才慢慢衝刺高端 其實未來幾年的成長空間 還很大 這樣做法 對自己公司的業績可能有好處 但從中美角力 要不讓別人掌握 未必有好處 等於你說高端那些 不要去搞他自己 做回Mass Market 賺錢 會否整體國家不想他這樣做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基礎去打好 你不只做電動車 你不做柴油車 只要做電動車 其實可能你做半導體比較難 去實現這樣 突然之間 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 打好基礎 然後人員或技術儲備 要慢慢逐級做好 你才可以整條產業鏈做好 否則你能夠搞定生產 但你那些機器、IP 全部都微微可以 基本上你缺一分 你都做不到整個產業鏈 所以他應該要花多一點時間 打好基礎 從這個角度 買台灣的半導體 比起買中國大陸的半導體更好 在政治和產業的發展限制下 其實最好當然就是買美國 因為他們主動權在他那裏 其實我覺得每個市場都是自己的機會 就好像在中國大陸那樣 你只要不碰這個設備 或者是半導體生產這邊的話 你只要專注於設計那邊的話 其實有很多設計公司 未來幾年成長力都很強 在台灣當然是製造力最強 但他亦都因為政治壓力低下 他都要去美國建很多廠 未來幾年都要加大投資 美國就是除了生產之外 基本上他都什麼都最強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 每個市場可以買到不同的公司 每個市場就是負責自己的市場 我不是很熟悉 我剛才聽你說 有些是負責設計 有些是負責製造 設計那些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你是設計了芯片之後 你才將這東西拿去生產商道生產 現在比較少一個國家 一條龍由頭做到 你什麼都能夠做到 他以前都是採取一個比較分工的合作關係 好像美國就是負責IP、設計、設備 然後台灣就是負責生產 現在中國大陸希望完善產業鏈 希望做好一條龍 就要花點時間去製造 那他的弱點在設計上 還是在製造上呢 其實他是後進者比較新的 基本上他每一刻都要發力才追到歐美或台灣的同業 我知道達達最近都在其他節目中說過 你台灣和大陸自己投資 台灣你說過你自己喜歡台積電 不如你都在這裏說一次 我都有投一個A股 應該是韋爾 不如你跟我們股談師的觀眾說一說 剛才說完你都覺得 國內的半導體其實要發力去追上 但你都有投資 為什麼你會看好呢 韋爾是一間芯片設計公司 他就是做這個鏡頭裏面的影像處理芯片 Image Sensor 其實他跟我們香港上市的順域光學類似 他是上游,順域光學是下游 順域光學做一個鏡頭模組 他就問韋爾股份買這個裡面的芯片 所以這兩間公司未來受到的行業趨勢是一樣的 即是手機或其他終端 越來越多鏡頭 然後你可能以後電動車 十幾隻鏡頭等等 這些就是一個行業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趨勢 當然他比起順域光學是因為他的成績更加快 他可能每年維持四成 這個成績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首先他那個市佔率還是低的 即是可能十幾個百分比 他主要都是跟Sony或三星競爭 其實其他就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所以他是比較容易由低做起 慢慢去搶前面的人的市佔率 所以大陸的手機公司 或者大陸的電動車品牌 其實他們找韋爾股份合作 其實是非常之合理的 所以過去幾年看到韋爾股份的盈利增長很快 因為中國是希望盡量減少外國入口的芯片 韋爾股份是其中一個比較優質的 當地的芯片設計公司 所以他受到的喜愛是挺多的 你可怕有再次被制裁的風險 因為上星期美國的商務部 又加了一些超級運算的7間公司 去制裁名單 你投資國內公司的時間 怎樣去衡量這些風險 應該就說 因為韋爾股份做的芯片 不是很敏感的東西 它不是做CPU、GPU 不是做Memory 首先它選擇的行期已經選得對 它選擇這個 市場的大幅不是很大 不是一個最必須的芯片 所以你整理它是沒有意思的 第二就是它要用的製程 其實是不需要用到非常之高端的 所以好像現在中芯國際 其實它現有的產能是可以幫 韋爾股份做到它的芯片 現在的韋爾股份 它亦都分散它的供應商的 盡量分散 它都有找台灣的芯片製造公司 幫它做 有找中國大陸的生產公司幫它做 所以它其實希望分散它的風險 亦都不需要用到很高端的製程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還好 這個風險上是低於 直接中芯國際或華雄半導體 其實阿施先生說 除了硬件科技股 軟件科技股 我們都可以談一談 因為大家這段時間 所謂軟件科技股 調整比較大 阿施先生 我以為他來到順便問問他 這方面你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因為現在可能我們 這個加息周期 其實都慢慢慢慢走過來 所以這個流動性方面 一定是沒有以前那麼有利 當然這些新經濟的行業 或者這個生意模式 還未是很成熟的公司 當然它未來受估值下跌的風險 是比較大一點 還有現在好像中國大陸 其實已經開始有這個規管出現 可能平台經濟 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壟斷 其實可能未來的競爭會越來越多 其實對他們未來的生意模式上 衝擊比較大一點 所以其實可能 估值上或者盈利上的不確定性 都有在這裏 所以對我來說 可能相比大學 我會比較喜歡硬件股 多些 至少他們 這個政治風險 不是大部分公司都有 只要避開一些比較敏感的板塊 其實要在裏面找到一些優質的股票來買 其實都是OK的 反而我想了解一下你對新科技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 私基金在這方面都落重著 現在其實升了這麼多之後 最近這類型的股票調整起來 都比較幅度大 你是想著如何處理過去在這方面 現在仍然是重磅 我們也有兩個調整了 不過其實如果大家看看 過去兩個月 比較明顯 就是由月份開始 債息因為升 所以無論你香港也好 大陸也好 美國也好 都出現新經濟股票 所謂revaluation reset 即股值下降 是比較明顯 不過去到今日 第一 美國的債息 其實已經經歷了二、三月份 比較蜂擁地上升 之後平伏下來 所以你見到美股的科技股 其實已經開始爬上去 大家見到可能納指 都已經緊隨著S&P和DAO中 去到新高 不過這段時間 對於港股A股 科技股相關比較大的群 整體中國股票這段時間 都比較審慎一些 可能憑一些所謂在岸信用債的情況 有影響 我自己相信 這段時間 大家會比較保守一些 除了股值問題 我想大家更加擔心 其實就犯一些反壟斷的情況 因為剛剛阿里巴巴都罰款 當然大家市場有所預期 所以即使罰了一個好天價 罰了去百多億也好 其實股價 其實反而已經開始見底 我希望這些新經濟股 其實很多他們 本身的企業競爭力 都仍有 經過股值調整之後 可能就會更加健康 因為始終資金的轉移 經常都會出現 今次事實上比較深 但我覺得整體中國股票的行情 可能對他們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因為這段時間 美國的科技股和中國的科技股 其實走勢都幾不同 那邊已經開始發力爬上去 但中國大陸的港股或者所謂中概股 暫時都在 大家仍然比較淡 最後 我知道時間不多 不過我都要問到反壟斷 因為大家都要問一個問題 因為阿里巴巴被罰完 第二天 五百同城老闆在網上 就開口叫要罰貝殼走房 大家就很擔心 貝殼會不會被罰 大家就一定要問問施老闆 對這件事 施先生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我時間不多 可能兩分鐘 大家都很希望看施先生 我自己認為都會有機會 因為貝殼上場之後 很多其他行內公司都受到很多壓力 因為他拿了很多錢 他在美國上市 在PE 也拿了很多錢 去了美國就更多 互聯網公司競爭的其中一種手段 拼命燒錢 他都以前有做類似的事 即是不計成本 去戰領市場 之前貝殼、鏈家 有一個時期出現 有些做P2P的生意 金融生意出了市 行內很多人在網上去煮他米 去攻擊他 一間大的公司 成長過程中 都踩死了很多隔離左右的小公司 所以我相信 去刀背部的人 會不少 我相信內地 既然在阿里巴巴開了波之後 沒有理由只做阿里巴巴不做其他 所以是否被罰 不知道 會被邀請去問話 或者是要自查 要自己採取一些行動 去證明一些政府不認同的事情 我相信他一定需要這樣做 他聰明的,會更早自己做 即將二選一都改掉 現在他們不太容易 二選一 他們是靠大 別人不能跟他相比 明白 所以在房地產中介上的反撞短 風險都有 有的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阿達 上來和我們分享了 很多關於硬檢科技股的走勢 如果各位觀眾想聽多些私基金資料 或資訊節目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